南非要求我外館簽出首都 林佳龍下令反制 不排除也要求南非 駐台北的辦事處 簽出中華民國的首都台北 拜託人家都已經擺明 你get out 走滾 我們演你反制措施 不排除也叫他滾 這什麼 馬上叫他你趕快給我走 好不好 不要那麼軟綿綿的 今天如果兩岸處於競爭關係的時候 請問台灣跟大陸 誰能夠給對方更多的利益 南非政府此舉 形同公然與世界對立 還刻意在國慶酒會的時候 時間點發出通知 證明南非企圖將台灣獻祭給中國 以換取中國更多利益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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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屁價值同盟 就是不看不看你的什麼外表 不看你的個性 也不看你的什麼評 什麼什麼笑不笑的 就看你有沒有給他小費 歡場無尊愛 國際社會也是啊 好不好 別傻了台灣人 南非要求我外館 簽出首都 林佳龍下令反制 我國駐南非代表處 日前舉行國慶酒會的時候 南非政府竟要求助館 簽出首都 這個普勒托利亞 並揚言倘若不簽出 直接關閉代表處 外交部部長林佳龍也下令 延擬反制措施 並而且不排除也要求南非 駐台北的辦事處 簽出中華民國的首都台北 中華民國首都是臨時首都是台北 好來 這個南非外館要求我們簽出首都 而且是直接就是說你必須要 就是就就就你一定要嘛 你你沒沒沒得沒得選 就是你非得簽出 而且是在我們舉行國國慶酒會 的時候實在很不給我們面子 那我們的外交部是 他是說很奇怪啊 外交部部長林佳龍 也下令延擬反制措施 不排除要求南非駐台北的辦事處 簽出中華民國的首都台北 我覺得這個就很有問題了 人家都已經把我們趕出首都了 你一定要走 而且還是在我們國慶酒會的當天 那我們現在外交部部長是 下令延擬反制措施 不排除也讓他們簽出 你怎麼那麼軟趴趴的 說好的捍衛主權呢 捍衛格調呢 拜託人家都已經擺明 你get out 走滾 結果你還 那我們要下 我們演你反制措施 不排除也叫他滾 這什麼 馬上叫他你趕快給我走 好不好 不要那麼軟綿綿的 講了也就氣 真的是 好 南非要求我代表處 10月底前簽出首都 外交部不排除反制 這是中央社的報導 很好玩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中國因為在非洲舉行中非合作論壇 非洲50多個論壇成員代表與會 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在中非合作論壇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南非共和國 有關於建立新時代全方位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他們在非洲的整個佈局其實是很深影響力也是很遠的 他跟非洲50多個論壇成員都有 就是都有一起與會 這個中非合作論壇 而且南非跟中國大陸這邊在會後共同聲明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也就是說不排除為什麼南非會有這個動作 是因為中國大陸這邊的關係也就是說因為中國跟南非這邊合作的越來越密切了 好 那這位知情人士知情人士是不知道我們外交部的知情人士還是國安單位的知情人士 我覺得很好玩 他說知情人士指出南非政府以這個聯大第2758號決議和一中原則為由 自去年開始施壓南非大代表處 就我方的南非代表處 好政府持續向南非政府表達反對也透過G7有盟友國家發聲明 就是發聲力圖轉圜 但南非仍然就是要我們的這個代表處在國慶酒會當天簽館搬家 然後呢這位知情人士又說這個就好玩了 世界民主國家紛紛表態 連7號2758號決議跟台灣沒有關係 你南非竟然無視世界民主國家的決議 南非政府持舉形同公然與世界對立 還刻意在國慶酒會的時候時間點發出通知 證明南非企圖將台灣獻祭給中國以換取中國更多利益 這不僅令人痛心 好 那也更無法解決南非惡劣的內政環境 也就是說南非政府持舉是跟世界作對啊 南非你這個公然跟世界對立 世界都挺台灣 我想這位知情人士你活在哪一個宇宙 你到底是 你知情人士是賴清德這個競選辦公室 當時競選辦公室的小編嗎 我真的覺得很好玩 好不好 南非引證止渴輪中國小弟 好像這樣 但是事實上啦 南非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日增 中國自2015年起 以為南非國營企業超過 提供超過100億美元的貸款 其中包括改善鐵路運輸的大筆資金 那今天國際社會很 就我覺得國際社會就是一種叢林法則 國際社會就是講利益與利益的關係 今天中國能夠給南非這麼多的經貿合作 那所以南非就改變他的意向 那為什麼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建有邦交 而不是跟中華民國呢 那很簡單嘛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能夠給他更多的利益與經貿往來 那中華民國相對來講比較少 所以他在兩者之間 就選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馬英九時代 他就推兩岸要外交修兵 因為如果 你兩岸是處於這種外交去競爭的狀態 那對於這些國家來講 我兩邊我只能選一個的話 我兩邊都能那我當然都好嘛 那我兩邊只能選一個的話 那我當然就選這個大的這個啊 我就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所以兩邊如果兩岸如果在外交是競爭的關係的話 那對我們來講一定逃不了好啊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民進黨 他一上任了 那兩岸又開始競爭了 那你不外交修兵兩岸一競爭 那我們的結果就是邦交國越來越少 那我也是醉了 奇怪邦交國越來越少 世界還越來越挺我們 世界越來越挺我們 那南非叫我們搬家 那南非叫我們搬家 我們就說他跟世界潮流為敵 你的邏輯到底在哪裡 我再講一次啊 世界就是整個國際社會就是叢林法則 叢林法則就是利益 誰能夠利益利益利益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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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錢說話 誰能夠給最多的利益 那我就是跟誰好 講白的就是如此啊 那今天如果兩岸處於競爭關係的時候 請問台灣跟大陸 誰能夠給對方更多的利益 而且今天台灣人不要在那裡 在那裡自己以為 民主社會 民主價值 他我們大家有一種價值同盟 世界上不是只講利益的 我們是講價值的 我們有民主這個價值做保護展 大家一起來挺我們 你繼續活在夢裡吧 你真以為大家挺你是因為挺你的這個價值嗎 還是利益啦 這些民主的什麼夥伴來挺我們 他們結果他跟我們台灣 割了多少韭菜跟羊毛 我舉一個不好聽的例子 就是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叫做歡場無真愛 我們我們的子余點頭 歡場無真愛 就是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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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各個不敢是男的還是 各位男的各位男的 你們自己心裡面要想清楚 歡場無真愛 你在歡場上 那個小姐都跟你來講很好 然後你心裡面覺得 他是真心愛你的嗎 你真以為他跟你這麼好來好 他是看你的有才華 看你這個意表人才 還是看你孝順 看你什麼 看車鑰匙 對 他就是看你車鑰匙 對沒錯 你講沒錯 他才不看你孝順 才不看你有沒有才華 才看不看你人品 他看你荷包有多厚 車鑰匙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給他大框 小框框整場好不好 他看的是這個 他哪管你這些 你一天到晚覺得 他一定是對我真心的 你想的太美 他就是圖圖圖圖這個好不好 歡場無真愛 國際社會也是 不要真的覺得什麼 民主價值同盟 拜託 他來過來過場一下 民主價值同盟 我們台灣這邊給了他多少錢 之前那個什麼 蔡英文政府時代 當時的美國參議員 Lincey Graham對不對 來訪 然後就說 美國蔡英文就接見他 就美國我們最好的朋友怎麼樣 然後Lincey Graham 他就在這個蔡英文面前講 喔很好 然後歡迎這個 這個台灣也支持我們這個 北卡 北卡的這個產業 波音747 買了22架 買我們波音747的這個飛機 買幾架 請支持 當場就要這個我們中華民國來買單 結果那個 總統府還不敢翻譯這一段 翻譯成中文 後來華航果然又買了波音 22架還是幾架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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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屁價值同盟 就是不看不看你的什麼外表 不看你的個性 也不看你的什麼評 什麼什麼笑不笑的 就看你有沒有給他小費 有沒有有沒有你的車開什麼車 有沒有給他大框小框 歡場無真愛 國際社會也是啦 好不好 別傻了台灣人 哈囉大家好 感謝收看我們二台用心直播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吧 並可以在每週一至週五同一個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現在我想要來分享一個我很愛用的產品 就是中天保養品牌KS推出的新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媲美藍光神爛的炸藻之翠 能防禦環境裡3C商品 及各種光源對肌膚造成的傷害 還添加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肌膚維持年輕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無論是我的日常外出或是海邊 都是必備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養日常就叫KS吧 一定會有朋友會問 這支擦起來會不會黏黏的 放心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 兒童 孕婦 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護您也呵護全家人 快到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碼 852會有更多折扣喔